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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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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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说桃千这回合千万不要看神国家去不打他残血就打他 因为你现在需要留牌的 刚才那个谁送过你一张牌 用得紧了 结果你要是打他的话 你再回合内打他 可以甚至让你的队友回合外去打他 你回合内打他的话 你就留不了牌了 结果桃千好像不太懂这个道德 直接去打了他 希望他没有多少桃吧 如果他要桃扔的多的话 你看这四个桃全扔了 就当时我就有点烦躁了 排队也就没多少个桃了 你这非要因为想杀一个必死的神国家 却直接把自己弄没了 然后神群玉直接去杀了一些桃千 结果桃千你还不留个桃 我不知道你手牌留张牌 你不计排队有多少张牌吗 你想再摸一个桃什么 想多了 结果这个时候的话 感觉这把有点难 刘章也没有乱用锦囊吧 也算是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左思并没有动什么 我的话现在也没什么可打的 毕竟张疗没啥用啊 对不对张疗没啥用 咱们看能打是打多少输出是多少输出吧 一个拆桥 没逼的没办法要 我不会用乱用锦 可是没办法 空一张那个啥黑色的拆桥 直接杀一刀神群玉 神群玉只要判定的话 黑色的拆桥就判出去了 结果没判定走 咱们上闪电吧 现在而言的话 咱们的相面并不好 奇症症掉 这时候的话直接过完了 过完之后的话 看到青龙刀 青龙刀直接砍了个神群玉 结果坏消息是 细日才还先辅的是神群玉 更难打了对吧 不过 这个粉丝的话能克制住自己 两个无中生也没去用 毕竟自己留牌上前还是有的嘛 扔了也没用 结果这时候张疗继续抢技能 就那样吧张疗 这时候啊 神群玉直接解开了 细日才和果磁 这里面也有人 另外一个人举击 对神群玉也是个举击的 结果他们两个人都犯了一个失误 就是看见我标的身份 我的身份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对 对不对 这里面就特别搞笑了 我死了对吧 这局 我当时标的身份是神章聊 是内奸 对不对 从这局里面看 对不对 但其实他们其实可能看完我之后 也就这么认可了 对吧 毕竟神章聊打的的确有点像 不过看后面吧 细日才直接下了一下刘章的手牌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几个人 看至少刚刚没看 我说你是不是亏评了 说你没看 至少刚才没看 人嘴很硬啊 人咱就不知道了 咱们不管他看没看都无所谓 看没看都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小问题 只是说出来而已 这时候佐泽乐了一下张疗 对吧 这可能是觉得张疗怕是双刀抢到神神运剧 不是抢到细日才 然后这时候细日才被打掉了 一打四相当于 因为张疗没啥用 然后开了个AOE 然后这时候其实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我说的佐词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去乐神张疗 是真的没闪 没两张闪 怕被他抢技能 结果商疗的时候 因为一直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包括给开局给主攻乐不死属 我是这么想 结果这次神群遇杀了一下 他也是这么想的 结果杀错了 人家佐词才是内奸 佐词才是内奸 说了不要去亏评 亏评的话也会影响自己的 结果闪电披死的佐词 这时候变残疾了 他失误了 这时候刘杨失误了 那个神群遇杀定顺手的 应该顺那个斧子的 只要顺到斧子 这把就赢了 知道吗 只要他顺了斧子 这把就赢了 没有任何悬念的赢 现在的话还是有风险 那个斧子没顺掉 还是能够强杀掉的 不过就现在人家 他上了个藤甲 火杀的话神兴也没有 还行吧 这时候两次添过很不错 这还给我扔个蛋 骂粉丝 我没有骂粉丝 我骂你什么了 别扯淡 这时候直接打掉了 相当于一个人打了好几个吧 当然闪电也占其中的功劳吧 下次还是少亏点评吧 我们去玩 我们在比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